好,同学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那它是说利用DOOP的效应可以测出这个斜流的流速 那有两个反射光 那有一个反射光是静态组织的反射光 那我们假设这个东西它是这个仪器 那这个仪器它会有一道波先过来 OK,那这个是入射 那反射会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呢是静态组织的反射 那这个静态组织的反射呢它是说叫做S OK,这个是静态组织的反射光 那另外一个呢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这个血球的反射光 那血球的反射呢 我们假设这个地方是血球 好,这个地方是血球 那血球呢也会有反射光 血球的反射光它是说叫做K 好,这个是血球的反射光 OK好 那下列合者叙述正确 请看一下A 血球如果向着光流动 反射光K会叫S频率来得大 对不对 好,这个K的频率呢 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K的频率 好,它是这样哦 因为它是不会动的 所以不会有duple的效应 所以呢 S的频率就是正常频率 我就假设叫做F0 那K因为它是向着血球 这个血球是向着光源流动软 所以它是接近 那接近频率是上升的 所以K光的频率是大于F0 OK,这个正确 好 那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 如果是离开 离开的话应该是小于才对 所以呢 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们侦测到的频率 是小于原本正常频率 那S光是正常频率嘛 所以小于才对 它写错了 它写大 好,B错 再来C 它是说 如果离开这个 这个入射光的时候 反射光 入射光叫反射光S 频率来得小 这个错 因为S 它是这个不会动的 那不会动的 这个没有duple的效应 所以呢 应该是频率 是正常频率才对 所以这个错 再来请看D 不论血球的流动方向 如果两种反射光 它的频率变化越小 则斜球流速越快 这个是错的 频率变化大 流速才快才对 所以D错 那E就对了 好 就是如果频率变化越大 就是K光跟S光的频率差越多 那一定就是血球流速越快 因为那个频率差 是来自于这个速度造成的 这个速度是血球的速度 会造成波长的变化 那波长的变化 就造成频率变化 所以速度越快 代表说 它的波长变化越大 频率变化越大 好 所以A1正确 好 答案A1